謝謝主席 下一位陳偉業議員 主席這個議事堂和很多人參與公職是混合游泳的 市民最擔心公職人員透過一些關係 透過一些職位混合游泳 就令到公帑 令到市民 說 許港又得主席 你不公正 說 剛才許港 誰搞鬧劇 誰是不是會公眾利益 這個證明你是不公正的 主席 剛才他講到離開大題 你又不叫他 我一說利益問題 可能你自己心中有脅 所以你就立刻叫 就將我的證明拆開 剛才你又不叫他轉個題 我剛才的題都是在說你 嘩 大佬 大家看清楚 剛才黃定江發言的範圍 和我現在要講的範圍 其實是九成九相似的 但主席的對待是兩種不同態度 講開這個利益問題 大家記得張炳良 當時委任前港大副校長李卓芬 做調查委員會主席的時候 他答應了 因為他沒有察覺 原來他那間公司參與地鐵某些工程 包括他自己沒有參與 都構成一個利益上的關係問題 其後被傳媒一問他 馬上立即推遲這個委任 所以大家會看到 有時利益不是你自己覺得有沒有利益 李卓芬大家都會相信他 不會因為這些非執董的身份問題 涉及到某一些工程 他又沒有參與 就會構成有利益關係 大家都相信他個人不會有 但是他都為了避嫌 而答應了 都辭退那個主席 令到這個政府面上無綱 所以在利益問題 所以你說首先要處理今天 剛才這家主席要求我們指示 我們要討論 應不應該討論 其實是荒謬的指示 任何議案除非有議事規程 因為在會議常規 大家看回Roberts Rule也好 看回Nescan May也好 在某一些議程 某一些動議 有一些就叫做無需討論的議案 有些是需要討論的議案都分開的 不同程序有不同的指示 如果你除非是指定某一些議案 指明是無需討論 即時投票的那些 那些就不能討論的 某些議事規程 某一些程序動議 所以都希望大家 有空了解清楚 某一些議事規程 某一種議事規則 規定 有背後的理念邏輯在 這個人幾百年歷史 才制定了現時很多議事規程 所以這些歷史 這些原則 這些準則 這些價值 是很重要的 不是用一幾私人的喜好 我喜歡就討論 不喜歡就不討論 這個並非議會應有的傳統和原則